我是S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S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那我们这一套教程呢,除了个别课程时间比较长之外呢 大部分的课程时间都非常短,都是控制在十分钟左右 这么短的课程呢,其实是为了方便大家的学习和熟悉这些课程点 那么从本次课开始呢,我们进入到了第四节的这样一个学习过程 第四节,如果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对象 从这个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从第四节开始 我们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了许多的对象之间 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以及彼此之间如何调用 以及他们如何组合成复杂的这样一个程序结构 那本次课呢,就是第四节的第一次课 主题就是介绍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加瓦呢,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这样一个设计语言 所谓的面向对象,就是指加瓦的最小编程单元 就是一个对象,那么对象与对象之间呢 组成了一个复杂的一个程序 那记住,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哈 世界上万事万物皆对象 比方说,老师是一个对象 各位学员也都是一个具体的对象 我们在使用的鼠标是一个特定的对象 在使用的具体的电脑也是特定的对象 鼠标与电脑可以组合起来使用 等等,其实各种对象之间哈 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在加瓦看起来哈 他们加瓦把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分成了以下几个 当然其中有最常用的,也有最不常用的 比方说第一种关系就是依赖 第二种关系呢,关联 第三种关系聚合 第四种关系组合 第五种关系继承 接下来呢,我会用代码 因为这些概念性的东西确实比较难以理解 我会用代码来解释哈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这五种关系都分别是什么 首先来看哈 第一种关系,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啊,请记住 不管是哪种关系指的都是多种对象之间的关系 那么首先看依赖 依赖呢,是对象与对象之间最弱的一种关联方式哈 一般比方说有局部变量啊 参数啊,返回直建立的 对于其他对象的一个调用关系 这句话如果单纯理解文字确实有点难以理解 那接下来的话,我就用来代码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既然依赖关系是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也就意味着哈,我要建立多个对象 那在加码中要建立对象 首先就必须有类的存在 那接下来的话呢 好,我这里就建立了一个A类和一个B类 哈,一个A类和一个B类 当然,呃,我的A类还什么都没有哈 Public Class A 接下来 B类 Public Class B 记住,这里声明的公共的类的类名 必须跟文件名同名哈 必须跟文件名同名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哈 A类的对象和B类的对象 什么情况下才会形成哈 依赖关系呢 那接下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A类中有一个方法 哈 我一个Test1 它的参数 是B类的 OBJB 好,看到了吗 这种情况就是依赖关系的第一种情况哈 就是A类对象的这个Test1 方法的参数是B类的对象哈 是B类的对象哈 不过请大家注意我这里提供的只是A类的一个声明 并没有真正得到A类的一个对象 好,接下来 接下来 把梦方法补全 得到A类的一个对象 OBJA哈 这个OBJA自然就会有Test1 方法 一个类的对象 其实是得到了这个类的所有方法的一个copy 所以OBJA这个对象自然就有Test1方法 但是呢 Test1方法的参数 却是哈 B类的一个对象 像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依赖关系 你看啊 比方说 A类中的对象的这个方法的参数哈 是另外一个类的对象 这两类的对象之间呢 就构成了一个依赖关系 还有一些情况 比方说 PublicB Test2 好,方法 Return New B 就是说我A类对象哈 OBJA又有一个方法叫做Test2 它的返回类型是B类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里就有一句话哈 Return New B Return B类的一个对象 这个呢 也是要让A类的对象与B类的对象哈 构成依赖关系的一种方式 好的 这个就是对象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第一种模式 依赖关系哈 一个对象中哈 哈 某个方法的参数或者是返回之或者是局部变量 哈 是另外一个类的对象所谓的局部变量 哈 B OBJB 等于 New B 哈 返回出来的是OBJB 这种哈B类的对象OBJB就变成了Test2方法的一个局部变量 这种情况哈 也是依赖关系的一种表现模式 好 表现模式 OK 这个就是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第一种模式 依赖关系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介绍哈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第二种关系叫做关联关系 所谓的关联关系呢 其实是对象之间的一种引用关系哈 比方说客户类与订单类 呃 一个客户下了订单哈 下了一个订单 像这种方式哈 通常就会形成关联关系 那我还是用A类和B类哈 来做一个解释 我的B类还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容 就相当于一个描述性的东西在这里 接下来我定义一个成员变量 OB接B 好像这种情况哈 在A类中我引用了另外一个类的对象 而且这个类的对象并不是参数 并不是方法的返回类型 也不是方法中的局部变量哈 而是一个成员 成员对象成员变量 这种情况就是指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哈 关联关系 而关联关系依赖关系的区别就是哈 依赖关系其实是对象之间比较弱的一种关联方式 而关联的话呢 则是对象之间哈比较强烈的一种联系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介绍哈另外一种关系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叫做聚合 其实呢 也是关联关系的一种 所谓的聚合也是现在我们加瓦最常介绍的所谓的 has a 哈 has a 有和包含的这样一种关系 当然这种联合呢 虽然指的是包含 has 是包含和有的意思哈 虽然指的是包含 但呢它指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包含 即整体与部分它是可以分开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呃我这边就做一个呃代码的一个介绍 比方说 新建一个类叫做卡汽车类哈 汽车类 Public class卡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并行的类叫做engine引擎类哈 引擎类 在汽车类中哈 它其实是有一个私有的engine类的一个对象哈 engine 好我们都知道每个汽车都有引擎类的一个对象哈 每一个汽车类的对象都有一个引擎类的对象 接下来我都可以有个sata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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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个this点是不可以上的 public engine get engine return engine 好像这种情况 一个卡类的对象都会包含一个引擎类的对象 这两个之间哈就构成了聚合关系哈聚合关系 但是注意汽车类和引擎类它们其实是可以独立的哈 就是引擎是可以独立生产我们都知道汽车也可以 但是它们之间可以构成一个这样一个聚合关系 汽车包含引擎类的对象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释一下组合关系哈 组合关系跟聚合关系非常类似 但是呢 组合关系比聚合关系会更强 因为它的整体一部分哈是不可以分开的 举个例子哈 我在这个地方 因为一个类文件中只可以有一个public类 但是却可以有很多哈 其他的非public类 接下来head 头部类 然后还有一个mouse哈 嘴巴 那么我们都知道哈 每一个人的头部是一定会有一个嘴巴类的对象 头部的头部的这样一个对象 每个人的头部都是一个具体的对象啊 每一张嘴巴也都是一个具体的对象 那这个时候头部呢 其实也是包含嘴巴类的 但是跟汽车包含引擎布一样 头部和嘴巴他们是绝对不可以独立出来的 他们一定是包含在一起的同时存在或者是同时死亡 OK 用这个来解释组合关系 不知道同学们理解到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解释哈 最后一个就是继承关系 这个继承关系哈 在加网面上对象的设计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继承是指一个类的对象哈 继承了另外一个类的对象 比方说各位同学你们作为具体的对象是否继承了来自于你们爸妈的这样一些学统啊特征啊以及脾气性格等等哈 这个就是继承 后面呢我们会专门用哈 用很多篇幅来介绍继承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实现 好的 那么今天呢 那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我们介绍了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依赖哈 比方说关联聚合组合和继承 同学们 虽然这个关系可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不过没关系 在后续的课程中 好我们会用详细的代码来解释这些重点的哈 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好的 本次课到此结束 请大家下来再仔细看一下